东华大学至3月17号起提升为一级防疫等级 早上8点起对进入校园人员全面量测体温 副校长率先轮班在大学门口 为进入校园的访客量测体温 校长也在大门口以及行政大楼 督促首日执行量测体温作业 东华大学为了因应中央防疫政策 17号上午进行一级防疫 由副校长带领职员在校门口 对非该校的厂商以及人员进行体温的量测 由于东华大学的校门设有车牌辨识系统 教职员师生有登陆学校车牌系统 就可以直接靠辨识车牌后进入 车内驾驶或乘客到行政大楼或是科系之后 会在量测体温 而不是该校教职员或是厂商 这是由校警校方人员来进行现场量测 学校都进入到比较严格的控管 控管的目的是希望能进校区的人 我们还是希望都不要有发烧的情况 所以现在各位看到在校门口的地方 我们是针对访客 所以我们的车面有两道 一道是我们校内 我们校内在测温的时候是在大楼里面测 然后我们访客在校门测 这样做人的分流 以人校内校外来做分流 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早上在上班 大家派三车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的 让车子比较分流 那人员的分流情况这样比较不会塞车 而且可以到比较适当的情况来控制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适当的分流分测 这是我们学校在这次上 做的一个比较稍微有思考的方式 精良测体温 温超过37.5度的异常者 如属教职员生等校内人员 就引导至管制站旁的观察区静坐休息 5-10分钟后实施复测 复测体温仍然异常者 则由轮值人员登陆 并且立即通报学务处卫生保健组 一般访客厂商 洽工民众必须由校警 教职员成立的小组 在校门口进行量测体温的动作 量测体温异常者之校外洽工人士 得免复测 给予记录并请其尽速离校返家休息 记者林杰 受风箱财谱报道